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地表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先诞生于中国? 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首先出现在西方? 中国5000年的发展真的不如西方500年吗? 跟地表从三维地图上来找找答案 其实关于这个说法,地表觉得实在是不太公平 首先,只相当于拿西方的最高值和中国的平均值做比较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嘛 不为分出胜负,只为找到原因 那为什么中国5000年的发展不如西方500年呢? 最早的一批殖民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都是西方国家 我们还有个更为直观的体验 翻开数理化或者自然科学一类的教科书 本来发现,里面没有几条定理是国人提出的 国在中国在世界上显得如此低调 其根源就在于中国有着2000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皇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而西方文化自古就蕴含着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观 这种传统政治价值观是古希腊、古罗马商业繁荣 而这种社会制度差异又是由文明起源、地理环境、文化差异、资本萌芽等多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文化起源来看,中华文化是根正苗红发源于神州大地的 从第一个王朝下查开始,中国文化经过5000年的考验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而西方文明是在融合了古埃及文明和两核文明的影响下 如果说华夏文明只根于大陆,那么西方文明则诞生于海洋 西方文明最初的舞台是亚欧大陆西侧的欧洲 它西、南、北三面环海、东与亚洲接壤 整个大陆轮廓恰似亚欧大陆向西深处了一个巨大半岛 因此整个欧洲巨海都较近 全球海洋信息后十分明显 其中,作为西方文化摇篮的古希腊更与海结缘 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交通要塞 多港多山土地平级 这迫使希腊人很早地就经营海上贸易 以不土地之不足 因此,作为西方文化的起源 古希腊文明呈现出强烈的海洋性 溢于培养人民的独立性和挑战性 而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 发生于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是相对遥远和封闭的内陆型地理环境 好在这里土地匪沃、水利和建好 为精耕系统的农业生产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造就了辉煌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 中国人依赖土地进行生活 把农耕视为财富的根本来源 所以,在这种封闭的农业文化心态影响下 希腊外部文明成果极少 通过地表对文化的开放和封闭差异分析 我们也可以得出中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 有着巨大的时差 就资本主义萌芽来看 西方最早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 紧接着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 纷纷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而在15世纪的明朝中后期 中国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壮大 早在16世纪后期便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尼德兰革命 在中国明朝中后期 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一起出现 在江南一些曾经以天下粮仓文明的苏州 湖州及其周边地区商品经济高度成长 不过受到重农易商政策 以及民情曾多次颁布的近海政策的影响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受到自然经济的限制 今限于萌芽阶段 到清朝中后期 原有的萌芽也因为鸦片战争而中断 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 中国的资本主义才以极缓的速度曲折发展 说了这么多 地表的结论就是 中西方在各个层面都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拿中国5000年比西方500年 本身时间维度就不合理 如果非要说中国5000年的发展不如西方500年 那么中国近代50年将超过西方500年 有人评价这是我们抄作业 可抄袭仅限于模仿 而我们却是超越 这显示出近代中国文化 在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 具有比西方文化更强大的生命力 看完视频 你对中国5000年不敌西方500年 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地表和观众老人们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